为了让民众可以随时随地 透过网路掌握旅游资讯 并且方便上网打卡 集集真公所 特别在镇内公车站牌 火车站 明星书院等景点 建置WiFi与电子资讯看板设备 让许多人都感到相当的贴心 同时为了加强服务速度 公所更进一步将洽工的电话 整合为一个代表号 解决民众常常遇到电话战线的问题 还连带节省市城的电话费用 实在是一举两得 集集镇在镇长城契恒推动之下 正朝向智慧科技小镇目标满进 现在来到集集镇市区 以及各大景点与公车站牌 就可以看到集集镇公所 特别建置的WiFi设施 以及电子资讯看板 受到很高的评价 大家都觉得非常方便 尤其等车的时候可以打发时间 或者是说家里面没有说 无线吃到饱的网络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这边 做一些简单的使用 如果它有高量的需求 至于公车站牌的部分 也受到不错的好评 但是还是有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包括它的更新的频率 或者是更新的准度 但是基本上目前来维持 大家的正面评价是蛮高的 除了这些贴心的服务 为了解决公所电话 常常发生战线的情况 集集镇公所特别与电信业者合作 将电话整合为一个代表号 还因此省下四成的电话费用 实在是一举两得 就清查说哪些电话 其实它使用率是很低的 然后再搭配 所谓这个网络电话的实施 统整出一个代表号 那以后就不会发生战线的情形之外 我们又可以从公所这边直接转接到清洁队 或者是幼儿园这些外部的单位 而且在电话费上面可以几度的节省 除了说我们大概节省了六成的电话费之外 我们公所本身的员工 如果刚好有某家电信业者的这个手机门号的话 他也可以加入这个网络 然后有一些优惠 这个算是员工福利这样子 年轻的镇长陈契恒 从小地方开始进行改变 除了让机器镇更加方便 开源也节流 机器镇民都颇为有感 也让推动机器成为智慧科技小镇 有了好的开始